坐着再普通不过的出租船 穿着再休闲不过的纯色T恤 一红一绿的简单搭配 抵达电影工的首日 姜文和周运是将低调进行到底 虽然水城的首度亮相 面对所有媒体都惜一字如今 但是姜文也有软肋 夫妇俩在酒店大厅与友人寒暄期间 一个外国小女孩上前找姜文签字 这位酷酷的评委不但欣然接受 还亲切地摸了摸她的额头 尽显慈富本色 威尼斯绝对是姜文的福地 19年前姜文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 让世界上最老的电影节 出了个最小的影帝 而这次人家可是来当评委的 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在全球媒体面前 盛赞中国电影市场 更打定主意一定要请个中国评委 被如此清点姜文也实在没有不来的理由 而平时很少出席活动的姜文 此次带着妻子周韵一起出席威尼斯电影节 不仅因为自己是第七世界 威尼斯电影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之一 更因为其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 将在电影节经典修复单元展映 作为一个导演 能够到电影节来 作为评委 看20部片子 那这是一个最好的筹备机会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 姜文的新片一步之遥 不就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吗 这个摆忙的时间档口 将导致生在威尼斯逗留数日 这多少会影响进度吧 我没有摆忙 摆忙还怎么拍电影 骗你们的 我反正没骗过你们 我觉得拍电影的事不能摆忙 说实来放下劳累的 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其实那么好当的 评委说实在的比被评的时候 累点 因为每天看仨片 这次的华语片中 只有台湾地区导演 蔡明亮的郊游入围了金诗 讲角逐 提起华语加片的惨淡 江评委丝毫不以为意 为什么遗憾啊 为什么每天 为什么一个国际电影节 每次都得有中国的 我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吧 除此之外 还有了先前让子弹飞的7亿票房做保证 再加上江岛的影响力 芯片一步之遥的关注度 毋庸置疑 只是2013年 随着太炯至青春 以及小时代相继创造的票房佳绩 也让一众资深导演们纷纷不淡定了 但江文可不这么想 称票房再高也在意料之内 我觉得其实不够 因为中国13亿人 依我看 有现在票房的10倍 甚至20倍 我说一个单篇啊 那才符合中国的这个人口基数 而除了江文之外 在威尼斯电影节推介会上 我们也遇到了另外一张熟悉的中国脸 陈可欣 陈岛的这次威尼斯之行 纯粹是为了出席 就做甜蜜蜜修复版的首映礼 前次胶片的 声音画面都不太行 那这次威尼斯提起 做这个修复 我当然觉得很好 就起码以后还有机会 再放大荧幕的话 它的声音跟画面会比较好一点 上一期的评委 遇上现任评委 陈可欣和江文的经典电影 又同时修复在印 不过这英雄相惜的两人 对于自己的作品 经典重现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对我来讲 我都是喜欢回忆的人 还是看回忆以前的东西 没有以前的经典 就没有未来 我从来不会过去担忧 我也从来不会未来担忧 我觉得 不必吧 当然在参加完电影节各项活动之后 在旅游度假胜地的威尼斯 不带些小礼品给妻子吴君如 陈可欣多多少少也说不过去吧 至于江文 陪逛街这会儿还跑得掉吗 我是一个从来不喜欢逛街的人 但是我从来不反对别人逛街 一个新天地 维尼斯阳光普照采访报道